如何使用MIT的程式 第一個,你可以從這個連結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確定一下它的版本 它的版本基本上應該是英文版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變一下 改成中文版 不過剛剛有同學說英文很好 你英文很好,你用英文版沒關係 首先,第一個,把這個環境改一下 第二個,它這邊可以兩邊切換 這個是上面這裡,這邊有兩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按過來,實際上就是布景 就是它的使用者介面,畫面上長得像什麼 然後如果你要寫背後的程式,就切換到程式設計 然後切過來的話,你會發現這個有一個布景 那比如說我是做了兩個動物 大概最常見的一個是貓 所以你按一下這個貓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喵叫聲,有沒有 然後並且手機會震動 另外的話,這邊有一隻狗 按一下它的話,那狗會叫 所以今天的練習很簡單 其實我們先不要做兩個,你就做一個就好 你就會找你喜歡的動物好了 然後動物假設,我就找那個狗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就找比如說狗跟狗叫聲 那網路上自己搜尋一下 後來我就找了一下 然後找到這個可愛的狗的照片 就這一張 有沒有,OK 然後另外的話,在網路上 我也Google了一下狗叫聲 那後來我發現其實狗叫聲 好像點MP3 其實網路上有一些素材 比如說狗叫 然後MP3 這邊有 然後這邊就有什麼音效網 我就找了可以下載的 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這邊就有一個 Dog.mp3 OK 所以這邊有一個 Dog.jpg Dog.mp3 好了 那我有這兩個素材 當然你們可以去找別的 沒關係,你喜歡貓你就找Cats 或者是你喜歡找 什麼動物啊 OK 駱駝 駱駝怎麼叫 隨便沒關係 你就找 那當然你如果野心大一點的話 你甚至可以做一個什麼 像給一歲兩歲的小朋友 然後他要學習 每一種動物的叫聲的話 或許按一下他 他會有不同的叫聲 好像有那種實體的玩具 他叫裝電池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手機來做的話 第一步該怎麼做 一 請你們先建一個新的專案 所以假如說你進到MIT 我剛剛有強調MIT 不是Made in Taiwan 是這個麻省理工學院 他免費做了一個開發環境 給大家用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麻省理工 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發現 因為這個環境 我很多年前其實就注意到了 但是很多年前真的很難用 但是現在我慢慢發現 哇這個實在太好用了 我測試了一下我發現 這個其實你們來用都蠻合適的 最重要的是說以前的開發環境 要裝一大堆東西 然後要寫很多的程式 然後呢要設定很多 然後並且還要做很多的動作 才能夠寫一個APP 但是現在我發現寫一個APP 原來這麼簡單 只是說你可能要按照那個步驟 正確的步驟 那應該就可以很快做出來 比如說我們今天先做一個簡單的按鈕 按一下某一個按鈕 它可以有什麼樣的叫聲 這樣就OK了 那怎麼做 一請你先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所以你可以在專案上面 找到一個叫新增專案 那比如說我的這個專案名稱 假如叫狗好了 所以我就叫狗好了 所以我就叫狗好了 OK 那記得喔 這個專案名稱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說 它不接受中文 也不接受數字 也就是說你開頭一定要是英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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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DOG的話 DOG01好了 現在後面有DOG02 反正就是這樣 按確定 那我就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好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畫面 那畫面上面沒任何東西 所以我們要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的話 當然上面沒東西 不過我們先布局 那怎麼布局 那怎麼布局 一請你先怎麼樣 上傳那個 各位可以嗎 OK 先新增一個專案之後 那我的習慣是 找到那個右下角的地方 會有一個上傳文件 那所以啦 你當然要先準備好 比如說 我們要有一張圖跟一個聲音嘛 所以呢 我就是在這邊上傳 然後你會按下它之後 它會問你說你的檔案在哪裡 那我是放桌面上面 所以我在桌面上 有一個APP Inventor 當你這個是自己去找的 那我就放個DOG.jpg的圖 所以把它開啟 那按確定 它就傳上去了 所以這邊有個DOG.jpg 然後再來的話 DOG.mp3 至於那個圖跟那個聲音 應該不難找啦 只是要花一點時間是真的 OK 然後 我們兩個上傳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我們會需要什麼 你要按下去 可是那個按鈕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我會需要按鈕嘛 然後按鈕其實邏輯很簡單 就是這個按鈕把它放到這邊來 然後再把素材怎麼樣 放到這個圖裡面去 把它變成大張的 那也就是說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怎麼樣 就觸發一個事件 然後呢 並且播放那個聲音出來 就完成了 其實邏輯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OK齁 所以呢 這個地方 請你把什麼 按鈕拖拉過來 這個時候呢 就會增加一個按鈕有沒有 那只是按鈕上面 它現在是按鈕一文本 所以呢 如果你要設定的話 所以喔 記得把按鈕 拉到這邊來 然後呢 設定的地方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這邊也會出現 它這個 這邊兩邊是 一個是畫面上看到的 一個是背後看到的狀態 然後如果你要設定的話 請你到這邊設定 比如說呢 你希望怎麼樣 把那張圖放進來的話 在哪邊可以找到 你會發現 主件的屬性 在哪邊有圖像 有沒有 目前是5嘛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把那個 狗的照片放進來 怎麼放 很簡單 圖像點一下 它會出現什麼 你要放哪一張圖 那我放Dog 按確定 Dog出現了 但是呢 太大對不對 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寬度跟高度設定一下 寬度的部分的話呢 讓它填滿算了 按確定 有沒有 它就變成剛剛好 跟畫面一樣 那高度的話呢 也許也是填滿 按確定 不過這樣太大了 整個就是都一隻狗 OK 如果你想要少一點沒關係 你將來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要上面是狗下面是貓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什麼 高度這邊比例有沒有 輸入50 50 就50% 按確定 50 有沒有 左右的話 反正這個地方就是有個比例 你可以自己在調比例 或者你可以算那個像素 這個其實自己在自由發揮一下 不過今天好了 第一個作業我們就是 只要一隻狗就好了 如果你想要多幾個 你自己在調整 所以我們就把它全部填滿好了 自動按確定 好 那我們的需求是 當我按下它 它會能夠發出聲音 再來做什麼 再來我們會需要 把那個MP3放到那個聲音檔裡面 所以喔 這邊的話還需要一個多媒體 多媒體裡面就有個音效 有沒有 音效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進來 這個時候就有個音效了 那這個音效特別注意喔 那這個音效特別注意喔 所以第二步要讓按下去 有聲音 所以需要有一個裝置 有一個物件去播放那個聲音 所以我們從那個什麼 本來是使用者介面 切到這個多媒體 找到音效 然後把它拖到這裡 你會發現這邊多一個音效 那音效的來源有沒有 跟它講說 我這個音樂 可以在這隻狗的Dog.mp3 所以記得喔 反正就是那個按鈕 就是放狗 然後呢 音效就放這個Dog.mp3按確定 好 這樣子我們等於是 兩個東西就OK了 第二個動作的話 再來就是什麼 寫那個背後的程式 背後程式在這裡 那現在還沒有 待會再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第一步喔 記得新增專案 不過你們先找一下素材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 你的那個App裡面沒有 你說Dog嗎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 你可以先用我的沒關係 先借你們用的沒關係 你喜歡 G Control 餓餓烹魚 Dog Dog Dog